引言,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,是真主安拉将士给穆罕默德先知的最后一部天启。 它包含了真主的旨意和教会,是穆斯林生活的指南。 近年来,一些人出于无知或偏见,对古兰经进行了毁谤和攻击。 它们歪曲古兰经的内容,散播虚假信息,企图误导民众。 这种行为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。 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。 古兰经是真主安拉将士给穆罕默德先知的最后一部天启。 它包含了真主的旨意和教会,是穆斯林生活的指南。 古兰经的内容博大精深,涵盖了信仰、道德、法律、历史、科学等各个方面。 它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完整的指导。 古兰经的语言优美,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。 它被誉为阿拉伯语文学的最高典范。 毁谤古兰经是不可饶恕的罪行。 毁谤古兰经是对真主安拉的不敬,是对穆斯林信仰的伤害。 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。 那些毁谤古兰经的人将受到真主的惩罚。 在古兰经中,真主安拉说,凡是诽谤真主和使者的, 真主在今世和后世都必诅咒他们,并必使他们遭受痛苦的刑罚。 古兰经33-57 劝告毁谤古兰经的人回头是安。 我们在此劝告那些毁谤古兰经的人回头是安,改邪归正。 请你们认真阅读古兰经,了解它的真实内容。 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谎言所欺骗。 请你们尊重穆斯林的信仰,不要做出伤害他们感情的事情。 结语 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,是穆斯林的圣书。 毁谤古兰经是不可饶恕的罪行。 我们在此劝告那些毁谤古兰经的人回头是安,改邪归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